周瑜如果投曹操能当什么官 有人说那就是曹魏水晶大都督呗 非也周瑜在曹操那能当什么官 取决于曹魏集团的股权结构 好这里是超印和干货连载周瑜传的第十四回 蒋干来劝详周瑜 周瑜能不能投降 我们来分析一下曹家的情况 曹家的股权一半是曹操和曹家宗士 一半是尹川氏族 通俗点说曹家真正有实权的一半 是姓曹姓夏侯的 夏侯敦夏侯渊曹仁曹洪曹春曹真曹修夏侯上 这些你周瑜姓曹还是姓夏侯啊 如果不姓不好意思 你当不了统帅只能当将像五子两将这种 你周瑜当得了吗 张辽越境这种砍人的活你来得了吗 再者猛将大多是庶民出身 你一个百年士族沦落到去当庶民武夫吗 再看曹家另一半的权力 是在尹川士族为首的河南人手里 巡渝中瑶陈群巡游郭家戏子财这些人 你周瑜是河南尹川人吗 有人说了咋 不是河南尹川人就不能被重用了 曹操不是爱财吗 是这样 曹家是豫州人 尹川也是豫州人 讲白了曹魏就是个豫州人集团 这位说了 那我不是豫州人我就爬不上去了吗 不是爬不上去的问题 是尽量别爬的问题 命要紧 比如眼周人陈玉放弃兵权躺平 眼周人理点 直接把一万多族人给曹操当人质 躺平 青州徐州在藩属脏霸手里 士族压根没有机会出头 在曹丕干掉藩属后 什么狼牙诸葛氏呀 狼牙王氏呀才出头 这都不是曹操时代的事了 在曹操时代 就算是荆州的顶级家族 蔡家宽家 就算蔡茂和曹操是发小 你们来了也只能当吉祥物 高奉禄加分猴 可以给 但实权不给 后来曹操想摆脱尹川氏族的控制 想迁都去冀州魏军的夜禅 想用河北氏族来制衡河南氏族 这时候河北人得到了上牌桌的机会 来了 其他人真的没有上牌桌的机会 曹家的龙兴之地 眼周躺平了 曹操的好友荆州人 吉祥物了 徐州清州在藩属手里出不了头 就是军阀段威 刘勋张秀等等 也是该死的死 该当吉祥物的当吉祥物 所以你扬州卢将军的周瑜又哪里特别 能让曹家宗室和尹川的古通们一起达成共识 破格重用你 不可能呀 其实怀思征伐的门将 蒋青旅门 周泰 陈武去了曹操呢 是可以继续当门将的 和吴子良将一样发展 是能继续混的 但中护军周瑜去了那边 可就当不上统帅了 那就只能将吉和蒋青旅门 周泰 陈武一样了 去当门将 周瑜还胜任不了 尴尬不 有人说了 不对 曹操一定是要用周瑜来对付孙权的 那是必要 利用必然先利用 不然不浪费了嘛 我说的是利用完之后的结果 就像刘备利用马超来打成都 占领成都后 马超就是个吉祥物 一样的 这位说了 就这样曹操还让蒋干来口顿周瑜啊 有啥意义啊 周瑜傻吗 为啥要投降 不傻啊 现在投降给曹操利用 利用完虽然实权没了 但有功劳呀 依靠这个功劳 也许周瑜能混个九清级别的吉祥物 再混个香侯级别的十亿 圆满啊 人生赢家呀 这位说了 都吉祥物了 还人生赢家 哪里赢了 这个就取决于对人生目标的理解了 我们后世人认为 所有古人 文人的目标 就是当丞相 录尚书室 开服 霸服 甚至改朝换代 这才叫赢家 武将就是当大将军 大司马 同中外驻军士 非也 做这种身份的人 都是高危职业 弄不好全途完蛋 而且还必须是特殊身份的人 才有机会走到这一步 比如曹仁 他是曹家宗士 他能做到大司马 那张了几辈子 也不可能干成大司马呀 一个是高危 二个是没机会 所以普通官员 压根就不想这种事 他们的人生目标 就是子孙后代 永远有饭吃 你官职再高 愤怒再高 你去世了 愤怒也就没了 也就不路了 但分侯不一样 他是能试习的 你是香侯 你的子孙 世世代代吃一个香的食益 你是献猴 你的子孙 世世代代吃一个献的食益 所以99%的官员的目标 不是施展能力 建功立业 而是希望子孙 世世代代有食益可以吃 施展能力 建功立业不是目标 是为了能分红的手段 就像你在公司的目的 不是为了做个好项目 显示人生成就 而是做个好项目为手段 最终获得公司股份 能一直拿分红 这是目的 那如果现在要求你躺平 给你公司股份 能一直拿分红 但不许你做项目了 只能让你混混日子 你干不干 所以周瑜现在投曹操 也许能分个香侯级别 子孙世世代代吃一个香的食益 多好 但如果是曹操来进攻 消灭了东吴 这时你再投降 别说香侯了 平和也不一定分得上呀 所以这是有区别的 蒋干来见周瑜 周瑜直接说 你是来当说客了吧 别费劲了 没有意义 所以蒋干也就没提这事了 周瑜带蒋干玩了一圈 蒋干就回去了 那个什么蒋干道书呀 杀蔡茂张允呀 全是演绎编的 蔡茂投了曹操后 没死 当吉祥物分侯 日子过得相当好 成功上岸 远离尔鱼我诈 没有生命危险 家族一直吃十亿 就很好 那周瑜为什么不投降呢 你可以理解成是忠臣 忠于孙讲 也可以理解成是 他还不想下牌桌 他还是打算当个什么 大将军 大司马 统中外驻军室 或者丞相路上书室 开府罢府 甚至创造一个新王朝呢 作为百年士族的后代 他还没有放弃呢 有人说了 那张昭为什么放弃了 要带着文官们 集体投曹操 张昭和周瑜 都是怀寺征伐 如果投了曹 都是直接回怀寺了 回家的梦想达成了 但区别是 张昭没有兵权 在哪当官区别不大 周瑜手里有兵权 如果投了曹 兵权就没了 兵权 是我在台桌上的筹码 我还有筹码 我还能一搏 万一我能玩个大的呢 创建个歌剧王国呢 我凭啥要放弃呀 有人说了 曹操的计划没有成功 他一定很郁闷吧 原本觉得手拿把钻 必成的事 结果失败了 其实还真不是 曹操是有一套 组合拳的 特反周瑜 只是组合拳里的一环而已 这套组合拳是啥呢 听我慢慢道来 诸葛亮在龙中队里说 要灭曹魏 需要天下有变 这个有变是啥呢 变啥 其实是指曹魏内部分裂 那为什么曹魏内部会分裂 或者说诸葛亮 为什么断定曹魏会有可能分裂呢 因为这是一个普遍的规律 而且诸葛亮见过 啥规律呢 简单点说 叫外地人与本地人的斗争 比如元绍的基地是河北 那河北人就是本地人 元绍带来的河南人是外地人 河北本地人居受天分审配支持小公子 外地人寻演寻成 郭祖春以雄支持大公子 弄不好就会分裂 结果真分裂了 分成了大公子小公子两个势力 然后曹操联盟大公子势力 大小公子势力 再逐步把两个都吃掉 诸葛亮借鉴了元家分裂的事 预言曹魏也会分裂 等分裂的时候 再效仿曹操 联盟一个打一个 最后全部失掉 那曹魏会不会发展到这一步呢 差一点 曹操把都城改到了河北 河北人支持小公子曹植 河南人支持大公子曹丕 这和元家一模一样 河北支持小公子 河南支持大公子 完全一样 只是结果不一样 曹魏没有分裂 而是大公子势力胜利了 此时曹操要来吃荆州 荆州是不是也这样呢 也一样 本地人荆州人支持小公子刘从 外地人刘备支持大公子刘琪 一样的 所以对于曹操 他故技重施 联盟一个打一个 他联盟小公子势力 打大公子势力就好了 这是对荆州 荆州下面有焦州 曹操对焦州呢 曹操拉拢了焦州本土豪强市线 所以在曹操看来 他一到荆州 就联盟小公子打大公子 然后吃掉荆州和焦州 大公子被赶出荆州 估计大公子会逃往无地 那大公子就完了 大公子的爹刘表 是孙权的杀父仇人 孙权一定会砍下 大公子刘琪和刘琪的小弟刘备 这两颗人头交给曹操 这就和曹操对付元家的时候一样 曹操联盟大公子袁潭 大小公子袁上 袁上逃到了辽东 公孙家那里 公孙家直接砍了袁上 把头送来 和曹操联盟了 所以曹操为什么和孙权说 会猎与无 我和孙权一起在无地打猎 打的是谁 大公子刘琪和他的小弟刘备呀 这位说了 那孙权为什么要跟曹操玩呢 因为孙家和曹家 一直是盟友呀 联姻的呀 那曹操要故技重拾 来对付孙权吗 当然要呀 孙家这边是二帝孙权 与江东本地人联盟了 三帝孙义 是外帝人怀思征伐支持的 如果曹操早来一点 那就是联盟孙义打孙权 然后再一起吃掉 但曹操来晚了 孙义都死四年了 没机会这么玩了 但不怕呀 孙义死了 我再找个替代品呀 谁有资格当替代品呢 我曹操的亲家孙崩啊 孙家家主 孙间死后的接班人 元素当年分的周牧家真鲁将军 而且现在控制着狱长 实力不小 于是曹操立刻给孙崩分官 当年元素不是分你为真鲁将军吗 今天我代表大汉王朝 也分你为真鲁将军 这可是朝廷分的 真东西 然后我在拉拢 与周瑜为首的怀思征伐 让怀思征伐支持家主孙崩 这不就是外地人支持大唐哥 本地士族支持二公子吗 这不就形成了吗 我联盟大唐哥派系 去干掉二公子孙权派系 然后把他们都吃掉 这就是曹操的手段呀 与此同时还是208年 曹操对一周也用了这招 刘彰是家里的老四 在老大老二死后 应该老三结伴 老三才是刘烟的继承人 所以刘烟让老三娶了 无异的妹妹 江湖传闻 无异的妹妹未来要当皇后的 谁娶了皇后 那谁就是皇帝呀 所以刘烟选了老三 结果全城觉得老四好控制 就选了老四 后来老四刘彰反杀了全城 成为了真正的主公 但他三哥才是名正言顺的继承人呀 所以老三一直是个定时炸弹 不过刘烟心地善良 没有杀他三哥 结果现在曹操又敢这招 他以朝廷的名誉 分老三为杂号将军 在级别上和刘烟平起平坐了 看见没有 一模一样 在江东 怀死蒸发会响 对呀 家主孙奔才应该的主公啊 现在级别上的孙权一模一样了 孙权平时各种暗中 对付我们怀死蒸发 我们为什么不支持家主孙奔推翻孙权呢 在益州 益州本地人会想 对呀 老三刘茂才应该是主公啊 现在级别上和刘彰一模一样了 刘彰用东周人压制我们益州本地人 我们本地人 为什么不支持老三推翻刘彰呢 一旦形成这种格局 就会走上圆坛圆上 刘其刘从的路 那孙权和刘彰该怎么办呢 先看刘彰 他的运气很好 曹操分了他三哥过后 他三哥就得狂疾而死了 也就是发狂的病 去世了 不知道是不是和曹操给分官 他兴奋有关系 分了死了 刘彰上位14年 他哥都没事 曹操一给他哥分官 他哥就病死了 这真是老天爷帮助刘彰呀 那孙权这边呢 是不是家主孙奔也发狂而死呢 不是 大唐哥孙奔和刘老三不一样 刘老三一无所有 很容易病逝 大唐哥孙奔 现在手握整个豫章 而且他弟弟孙甫 现在的身份是平南将军焦州木 虽然是姚岭的官 但目标很明确 孙奔孙甫兄弟是要吃下焦州 这样就等于把江西广东 越南北部全部吃下来了 这家主这边的力量就更强大了 如果再有怀死征伐支持 那孙权就麻烦了 但是孙权也很幸运 就在此时 家主孙奔的亲弟弟孙甫 就是那个平南将军 他勾结曹操 暗通书信 这事被孙权知道了 孙权就招来家主弟弟当面对质 把书信给家主弟弟看 家主弟弟承认了吗 史书记载是惭愧无词 很惭愧没说话 然后孙权就杀光了家主弟弟的进程 然后把他的部曲打散 再把家主弟弟本人流放渐进 这里孙权跟孙策很像 许贡和家主弟弟很像 都是勾结曹操通书信 但是孙策和孙权运气好 拿到了书信 然后当面对质 许贡是不承认 说自己没写过 家主弟弟因为惭愧没有说话 不过没说话 也代表没承认 所以这是刘章和孙权运气真的好 有人说了 你怎么老是阴阳 我这不是阴阳 史书就这么记载的 我只能按史书来说 刘章确实没有害死他哥哥的记载 他哥哥确实是发狂而死 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阴谋论 说是刘章害死了自己的三哥 我只能按史书来说 孙家第一将军接连死亡 受益者是孙权 但并没有史料写是孙权干的 所以我只能说是老天爷帮助孙权 明白了吧 这不是阴阳 这是严格按照史料 我只能说运气好 还能说啥 好 刘章和孙权控制住了危机 那此时的荆州局势怎么样呢 曹操联盟小公子刘从 对付大公子刘齐势力 那大公子刘齐和他的小弟刘备 该怎么办呢 该去哪呢 真的去投靠东吴吗 东吴和刘齐有杀父之仇 那去了是不是就是原上的剧本呢 如果刘齐完蛋了 曹操彻底吃下荆州 然后吃掉交州 那孙权势力还能存活吗 所以接下来 孙权势力生死攸关了 那该谁发力了呢 孙权心腹派系是谁 心腹派系第一人是谁 我们的老朋友 怀思派刘玉序的老大 鲁肃 来看他制定国策 扭转乾坤 有人说了 我知道孙刘联盟吗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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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只是鲁肃大计划里的一环而已 鲁肃不是做慈善的 也不是江东的叛徒 鲁肃的整体计划是 吞并荆州 鲁肃的整体计划是